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一讲日本古代的女天皇 在人们的印象中,好像日本是一个男尊女卑观念很强的国家 但实际上,在日本古代社会,当父权制尚未完全确立时 女性的地位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低下 女天皇的存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在日本历史上,一共出现过八位女天皇 除了江户时代的明正天皇和后英丁天皇之外 其余六位女天皇全部都出现在六到八世纪的飞鸟奈良时代 他们分别是推古天皇、黄疾天皇、齿筒天皇、元明天皇、元正天皇和孝谦天皇 其中,还有两位天皇退位后又再次称帝 他们是黄疾天皇重作成为齐名天皇 孝谦天皇重作成为称德天皇 自592年第一位女天皇推古天皇即位开始 到770年第六位女天皇称德天皇去世为止 在这近两个世纪中,女帝执政的时间长达约90年 所以这一时期也被人们称作女帝的世纪 不仅如此,从女帝出现的时间来看 日本第一位女帝推古天皇的继位 远远早于中国唯一的女皇武则天和朝鲜第一代女王善德女王 因此,无论是从人数还是从执政时间来看 日本古代女帝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在一个国家的历史上能够出现这么多女帝 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那么,为什么在飞鸟奈良时代 会集中出现这么多的女帝呢 关于女帝存在的原因 日本学者一般认为 女帝即位是一种权宜之计 其目的是为了化解皇权更迭时的危机 在皇位交接之际 当各方势力争执不下时 暂时由皇后或准皇后即位 等条件成熟后 再将皇位传给合适的男性继承人 从皇权传承看 女帝只是扮演了过渡性天皇 或者皇位看守人的角色 这便是在日本学界占主流的女帝中继论 而我国学者的主流观点则主张 女天皇的集中出现 与日本的皇位继承制度有重要的关系 在飞鸟奈良时代 日本还处在从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的社会转型中 在皇位继承上 由胸中帝级向父子相成转变 或是催生女天皇出现的重要原因 女天皇恰恰是在胸中帝级制向父子相成制转变的过程中出现的 是父子相成制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实际上皇籍天皇集位并重作为齐名天皇 齿筒、元正、元明等多位女帝的集位 都具有培育和维系父子相成制的作用 总之 不管出于怎样的原因 在日本历史上 每一位女帝的集位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女帝的出现起到了平衡各方势力 减少皇室内部相互厮杀的特殊作用 带来了政治和社会的稳定 不仅如此 在这些女帝中 也有一些才能出众的政治家 在其秉政期间大力推动日本的政治变革 促进了日本社会的发展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 推古天皇和齿筒天皇 推古天皇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女帝 原名俄田部皇女 是第29代天皇 清明天皇的女儿 也是第30代天皇 闽达天皇的皇后 公元592年 第32代天皇 崇峻天皇被刺杀 皇室面临严重危机 在舅舅苏我马子的拥戴下 推古天皇 以先帝皇后的身份继位 他继位之初 就立自己的侄子 圣德太子为皇位继承人 当时 有资格继承皇位的 除了圣德太子 还有推古天皇自己的亲生儿子 竹田皇子 等多位皇子 而圣德太子能够脱颖而出 除了其自身才能出众 受权臣苏我马子拥戴等原因之外 推古天皇的决策 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圣德太子被确立为皇位继承人之后 开展了一系列改革 历史上称之为推古改革 改革内容包括 通过制定冠位十二阶 否定了世袭制 颁布了日本历史上最早的法典 十七条宪法 首次派遣了浅随使 小野妹子初始随朝 恢复了与中国的交往 弘扬佛法 推动佛教在日本的传播等 由于当时苏我马子权势非常强大 在这个权臣的虎视眈眈之下 圣德太子能够顺利推行这些改革 与推古天皇的支持与保护是分不开的 据史书记载 公元623年10月 苏我马子想侵推皇室领地葛城 推古天皇耐心为他分析得失 最终使得苏我马子知难而退 从这件事情的处理 我们就可以领略到推古天皇的 坚毅、隐忍及聪慧 他在位长达36年 在这段时期里 日本社会稳定 文化得到了很大发展 因此 可以说 他不仅是推古朝改革的推动者 也是飞鸟时代内政外交 及文化成就的缔造者 另一位有作为的女帝是 第41代天皇 齿筒天皇 齿筒天皇原名卢叶皇女 是日本第38代天皇 天智天皇的女儿 也是第40代天皇 天武天皇的皇后 公元686年 天武天皇去世后 她以皇后身份即位 史书日本书记中 称在她 深沉大度 好礼节俭 有母仪之德 齿筒天皇继位时 距离公元646年 大化改新的诏书颁布 已经过去了40年 模仿中国制定律令 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 中央集权制国家 一直是改新以来 历代天皇持续追求的目标 齿筒天皇的丈夫 也就是天武天皇 在位期间 曾致力于编转律令 但未能完成 齿筒天皇继承了这项事业 终于在她即位后的第三年 也就是公元689年 颁布了日本历史上 第一部完整的法令 飞鸟禁一预朝廷令 11年之后 又在飞鸟法令的基础上 制定了律六卷 令11卷 这就是著名的大保律令 与此同时 齿筒天皇在位期间 还推行了大胆的政治改革 通过任命太政大臣和义政官 强化了官僚制 此外 他还于公元689年到690年间 命令全国编造户籍 详细记载各户的户主身份 性别 年龄等信息 这次户籍调查 史称更一年级 通过这次调查 基本掌握了全国的人口情况 为两年后 日本推行班田制 建立中央集权制 打下了坚持的基础 可以说 齿筒天皇为日本律令制的建立 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完成了一系列改革之后 697年 齿筒天皇传位给孙子青皇子 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太上皇 他的政绩也受到后世的赞扬 被称作 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刚毅有为的帝王 总体来看 在日本的飞鸟奈良时代 推谷天皇等多位女帝的集中出现 是日本自古以来的女主秉政传统的延续 同时 女帝的集中出现也表明 在这一时期 日本尚处于由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的时期 母权制的遗风仍然存在 男追女威的观念 也不像早已步入封建社会的中国那般强烈 在女帝的世纪之后 日本皇位继承也基本上确立了父子相成的原则 而此后的八百余年 日本再无女帝出现 好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同学们 再见